附近航空宣告22号无预警停飞 整汗各界 早上松击新航柜台 虽然坐了满满的地勤人员 但柜前空空荡荡 成了机场内最奇特的景象 只剩少数旅客前来办理退费或前转 假如说针对外国的客户 或客人说我帮你安排台铁 先安排好 这么多人坐在那边 经理人坐在后面也不做任何事情 消费大众来讲当然是没钱照 但是我想主管单位应该知道吧 这个突然是我觉得不应该 主管单位 旅客的心情意外又不满 尽管新航声明停飞的班次 可以全额退费 但逛22号就总计有84价次 约5000名的旅客受到波及 观光局跟旅行社业者紧急会商 成立应变小组 并且要求新航提供补偿方案 这个国内线的部分是全额退费 如果团体已经出发 因为这个复兴航空的关系滞留 可能会变更行程或延后返回的话 那这个衍生的费用 旅行社不能向旅客收取 强调协商再协商 但对于在第一线处理旅客事宜的旅行社业者们 依然感到措手不及 旅行工会表示影响最严重 就是张家界跟吴歌窟等航线 光这两地的旅行潭加起来 约有300多人受影响 因为滞留临时转搭其他航空的时速交通费用 恐怕就得多负担上百万以上 停飞一天的影响就这么大 22号开完临时董事会后 进一步确定全面停航 解散公司不止观光业 包括新航独家经营的台北花莲 台中花莲的两条航线 和即将到来的春节返乡离岛输影 该怎么办 新航停航的隐姓点燃 冲击将一个一个引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